该来的还是来了 美国和北约秘书长旅特已经确认 朝鲜的士兵已经进入俄罗斯境内 并且随时可能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 在此背景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对俄乌双方的战局的影响 目前首批大约200名朝鲜士兵抵达了库尔斯克 估计很快会部署到前线 据称俄罗斯为每个牌的朝鲜士兵配置了一个翻译 另有两名督战队员 一个牌就有两个督战人员 这比例还是相当的高啊 金将军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朝鲜人民军的战斗意志呢 我们再来看看送到前线的这些朝鲜士兵数字如何 根据现有的消息是 这些士兵的军事技能非常低下 他们的平均身高不足1.6米 体重不足110斤 长得面带菜色 瘦小干瘪 而且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基本对外交流想都不要想 而且他们对这些现代化的武器完全是处于迷茫的状态 什么无人机啊 反坦克导弹啊 估计看都没看过 韩国那边也有报道 据称北朝鲜原额的部队根本平时就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各种设备 他们自己还在用高频的爆发机 这种玩意儿根本就毫无保密可言 整个北韩军队根本不知道现代战争应该用什么样的装备 他们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 你能想象在如今的21世纪还能找到这样的兵员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到俄罗斯的朝鲜兵需要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培训来适应 虽然朝鲜士兵的质量不咋地 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朝鲜的援军从短期来说对俄罗斯是有两个显著的好处 首先朝鲜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了一个军事联盟 相比之下乌克兰目前还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同盟 朝鲜的武器弹药和士兵都可以直接为俄罗斯所用 这无一将会缓解俄罗斯前线的压力 其次是朝鲜的士兵为俄罗斯提供了急需的军事人员补充 在俄欧前线 俄罗斯每天损失的都很大 战损比远高于乌克兰 因此俄罗斯迫切需要这些军人来补充兵力 这样一来朝鲜就在人员上弥补了俄罗斯兵员的空缺 缓解了国内日益紧张的矛盾 但是从长远上来看 对于普京来说并不是一招好奇 第一点就是从外交角度上来看 朝鲜和俄罗斯构成的军事同盟将导致两国陷入外交孤立 美国欧盟和北约都明确表示 这是俄乌战争的重大升级 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制裁 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已经遭受了大量的制裁 似乎没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制约俄罗斯了 但实际上欧洲很多国家依然在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如果有新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是能够彻底斩断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 对俄罗斯来说将是非常的不利 第二点就是从军事角度上来看 这3000名士兵平均身高不到1米6 平均体重也不到110斤 处于在严重的营养不良的亚健康状态 从这些情况判断 第一批原俄的士兵绝不是北朝鲜的主力 应该是他的边缘部队 所以朝鲜派出的士兵军事技能非常的低下 帮不了俄罗斯太多的忙 最多也就只能当个肉盾 第三就是朝鲜士兵的加入 无一把韩国给惹怒了 韩国的武器库将彻底为乌克兰打开 军事援助将不设任何限制 直接就运 要知道以前由于韩国的法律限制 援助乌克兰还需要第三国转运 非常的麻烦 如今就可以畅通无阻 这无疑会大大提高运输效率 而且韩国是全球前五大武器出口国 韩国也是现在西方除了美国以外 最大的坦克火炮防空系统的生产国 其五倍可谓是非常的庞大且充足 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张 造成这个原因的是 由于韩国要应对朝鲜的威胁 所以不像欧洲那些国家长期处于和平年代 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武器库存 最重要的是韩国的武器物美价廉 其质量或许不比欧美的高 但它的交付速度绝对够快 所以要是韩国开始开出马力 大量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大卫力的重心装备的话 以韩国的产能 乌军的弹药补给量很可能会翻一番 获得更充足的补给 这对于帮助乌军抵抗俄军的攻势帮助极大 并且韩国还表示不排除未来直接派兵到乌克兰 参与对朝鲜士兵的作战 目前韩国已经派出了一支代表团 向乌克兰商讨具体的援助事项 第四是这极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和北约解禁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许可 目前美国和欧盟同时表态 朝鲜士兵进入俄罗斯对俄乌战争的重大升级 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会解禁对乌克兰远程打击许可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拜登总统的确认 其实美国过去一直就想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解禁 但毕竟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得给国会和人民一个交代 别自己一解禁导致战争升级核战再打起来 但这次普京先把战争升级了 这样解除远程打击许可就相当于不得不做的举措 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不过没想到的是 泽列斯基一直心心念的远程打击许可 最终是金山胖帮忙把这个事给办成了 所以这事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是普京丢了个西瓜捡了个芝麻 第五就是对俄罗斯来讲 其经济已经雪上加霜 目前俄罗斯的这些朝鲜士兵可不是免费的 要知道每人每月要支付2000美元 那么这一万名士兵每月就要支付2000万美元 一年就是2.4亿美元 由于俄乌战场的残控性 这些朝鲜士兵估计损损失会很大 这时就需要更多的朝鲜士兵投入俄罗斯战场 到那时金山胖会不会要求俄罗斯 所以这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军事开销 但不管怎么说朝鲜的士兵也不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毕竟他们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 在吃苦耐劳的方面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们常年累月的使用苏式武器装备练习和训练 显然苏式武器已经完全掌握甚至熟练 所以这也让他们在俄罗斯参加培训的适应性会很快 武器装备也非常容易上手 毕竟俄罗斯也是沿袭至苏联 虽然现代战场的无人机等新西化作战他们不懂 但是使用上个世纪苏联的老旧装备还是游刃有余的 而俄罗斯恰恰能提供这些装备 毕竟地主家也没有预粮了 前线的T90、T80等主弹坦克都已经要打光了 连T72都属于稀缺产品 这也让俄罗斯不得不在苏联时期的坦克坟场里 重新使用了T55和T62等坦克 这些苏联时期的古董货正好也符合朝鲜士兵的作战需求 简直就是连培训都少 不过朝鲜士兵还是有个致命死穴的 就是对金将军的无限忠诚和崇敬 见到金将军简直比见到亲爹亲妈还亲 那么以后如果乌克兰每个士兵或每个坦克装甲单位上 都贴上金将军的画像 那么朝鲜士兵应该怎么办呢 打吧是对领袖的不敬 不打吧也是对领袖的不敬 可谓是怎么做的不对 那么视频的最后 您觉得朝鲜士兵该怎么做呢 欢迎您在留言区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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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继续